精彩内容继续 我和方千玲一阵 怎么回事 这才过了三天 又一个导师死了 现在就剩下大导师了 按照这个局势发展下去 下一个死的就是大导师了 我忙问三导师是怎么死的 大导师满脸悲伤 叹了口气说道 哎 被人扭断脖子 右手动脉也被切开了 此刻的大导师 比我刚到时见到他 要老了好几岁 之前的精气神完全没有了 看起来就像是个糟老头 方千玲说道 现在你该相信杀人凶手另有其人了吧 大导师点点头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凶手是你们 当时那个情形 我只有把你们关起来 才能保护你们的安全 他说这个话我还真不相信 没怀疑过我们 怎么不把我们关在好一点的地方 现在四个导师就剩他一个了 恐怕也感觉到下一个可能就是他自己了 这个时候来找我们说这话 怕是有什么事儿想要求着我们 我说道 您这个时候过来 想必是有话要说吧 嗯 其实有件事儿 我隐瞒了所有人 四导师死了之后 他掌管的钥匙也不见了 这次三导师也是一样 方千灵问道 什么钥匙 大导师犹豫了一下 又叹了一口气 才说道 这本是家族的最高机密 就算是本族人 也不能随意告知 但现在这个特殊时期 也顾不得这么多了 我们扎家是神物的守护家族 从祖上代代相传这四把钥匙 那是进入真正圣地的钥匙 有四位导师分别掌管 只有拿到这四把钥匙 才能进入真正的圣地 神物便在那里 我问道 您的意思是 凶手是为了得到圣地的钥匙 才杀人的 他点头 方千灵说道 不对啊 如果是想得到钥匙 只需要去偷就行了 没有必要杀人 你是不是在逗我们啊 他没有因为方千灵的不静而生气 反倒平静地说道 因为 出了钥匙 还需要得到一样东西 才能打开进入圣地的门 否则 连钥匙 都找不到 什么东西 我问道 这倒是勾起了我的好奇心 是需要什么东西 非杀人不可 血 四大道斯的血 大道斯说道 历代道斯 都是神物玄中的 血统最纯正的族人 他们的血 能被神物感应到 从而打开钥匙孔 难怪那天在龙岭窟 怎么都找不到机关 原来机关 是由速魂顶控制的 而开启机关的则是 四大道斯的血 这么说来 那个凶手的目的 就是速魂顶 方千灵问道 既然这是你们家族的 最高机密 那凶手是怎么知道的 大道斯摇摇头 按理说 这事除了我们四个人 没有人会知道的 因为这个秘密 都是在前一任道斯临死前 亲口告诉接任者的 整个扎家寨 知道这个秘密的活人 一直保持着四个人 这就奇怪了 只有四个人知道 难道凶手 是他们四个人中的一个 可四个已经死了 三个了 该不会凶手 就是大道斯吧 不可能 他完全没有必要 就这样做 我问道 您今天来 不仅仅是要告诉我们这些吧 大道斯 犹豫了一下 说道 我想 请你们帮我一个忙 帮你抓凶手 方千灵反问道 对 方千灵继续说道 你就不怕我们和凶手是一伙的 大道斯突然看向我 近乎恳求地说道 盖冲 你也是老祖宗的后代 老祖宗向来提倡 个人荣辱得失 比之宗族利益 微不足道 你我同出益宗 理应一同传承老祖宗的意志 为家族抓住凶手 保护神物 本就是我们扎家子孙的责任 但你从小不在家族长大 对家族的感情不深 我也没有办法强迫你 如果你能帮助我抓到凶手 我便做主把神物借你一用 救你的同学 但必须在圣地之内使用 你说的是真的 这个条件 我根本没有办法拒绝 得到大道斯的肯定答复后 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下来 方千灵在这种事情上 比我要理智要谨慎 他问道 你们扎家寨这么多人都抓不住的凶手 他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学生 能帮你什么 得到我的答复后 大道斯的精气神恢复了很多 现在看起来有些神采了 他摇头道 不是他一个人 是你们两个人 我扎家寨上千年传承下来 祖宗传承下来的道数 忘得忘 丢得丢 所剩无几了 全族都找不出一个道数上 修为强过凶手的人 而你们则不同 我看得出来 你们两个虽然年纪轻 但道数修为都不浅 有你们帮忙 抓住凶手 才有可能 听到这话 我心里不由地嘀咕 这老头是老眼昏花了吗 要说方金灵道数修为高强 还说得过去 他居然还带上了我 对于道数 我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门外汉 不过 能够借导速魂顶 就许小碧 就算是去送死 我也愿意 当下便对他说道 你有什么计划 跟我们说一下吧 接着 大道斯把他的计划 跟我们说了一遍 部署完了之后 他还补充了一句话 我觉得 凶手就是和你们一起来 寨子里的那个男人 如果到时候我发现 你们是一伙的 那我会立马毁了 我手里的钥匙 你们就谁也别想 得到神物 老头子还挺谨慎的 我想 如果还有其他人选的话 他一定不会找我们帮忙 不过 他这谨慎的话 却触怒了 方千玲大小姐的脾气 立马露出了 不爽的表情 我赶紧抢在他发脾气之前 说道 放心 我们不会拿同学的姓名 开玩笑的 大道司一走 方千玲就问道 要是凶手真的是林立天 你打算怎么办 我们可没人是他的对手 说实话 我心里一直很矛盾 既不相信林立天 会是凶手 又觉得除了林立天 没有人比他嫌疑更大 要是真的被方千玲 言中了 凶手真是林立天 那 执行大道司的计划 恐怕会死很多的人 因为在我看来 林立天 是无敌的 到时候 我印象中的砍鬼 像砍西瓜一样的场景 会发生在 扎家寨村民的身上 血流成河 我都不敢继续往下去想 对方千玲说道 不会是林立天的 这也算是我给我自己的一个心理安慰吧 第二天 太阳和往常一样 升了起来 大道司的计划 正式开始了